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金忠祐與聰祐的真實關係 昨天聰祐以嘉賓出演了 金忠祐主持的韓宗 而當天聰祐表示 金忠祐真的很像家人一樣很會照顧我 但不是溫柔的照顧 是也會說一些不好聽的話的照顧我 這時候另一位主持人問了聰祐 有沒有過有點心動這種感覺呢? 這時候聰祐就看著金忠祐直接問他 Oppa,你有對我心動過嗎? 稍微猶豫的金忠祐回答 心動沒有 真的是跟家人一樣的感覺 甚至是我可以直接發脾氣的那種人 對此聰祐也表示 我也是那樣 對別人就不知道了 但是對我爸呢 有的沒的都可以說 這感覺很像是十年次的夫妻一樣 兩個人真的很像是親兄妹 金忠祐對女生都會很小心很會照顧 但是該發脾氣也發脾氣 所以也會讓人很心安 其實真的希望兩個人能有好結果 有點點失望 看金忠祐的話 對聰祐很像妹妹一樣 對陳聰祐很像弟弟一樣 金忠祐聰祐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個休息是 4月20號 Trinkitcher在MBC Short Champion 以新區別中 拿下了出道1924日 音樂節目首次的一位 同時也創下了女團出道後 最久時間拿下一位的記錄 而在得獎感應的時候 成員們都流淚了 粉絲們應該知道 因為Trinkitcher很多次都是非常可惜的錯過了一位 所以這次的一位真的是感動了很多粉絲們 這五年一直堅持一個風格真的很厲害 Trinkitcher實力很好 希望能更成功 從約奶開始就一直錯過一位 讓我很傷心 現在終於成功了 Trinkitcher以後只走一位路吧 看你們一位感想後 為什麼我會一直流淚呢? 哇 恭喜恭喜 Trinkitcher的歌 在開車或者是運動的時候一定會聽 真的好喜歡 對 會有一種我現在很帥 我是主角的感覺 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不知道就算了 Trinkitcher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團 超強 輕唱實力就不用說了 惡夢 獵舞 環境破壞等世界觀也是非常獨特 真的真的希望Trinkitcher以後不只是在海外 在韓國內也能大發 大發 下個消息是 女團 愛不得 羅布袋 在日本的Oricorn Chat Beerboard Japan YouTube Music Japan等等 都登上了週間一位二位的成績 反應非常激烈 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我是住在日本的粉絲 現在Apple Music也一直是一位 太喜歡了 這首歌真的很洗腦 我一天也會聽好幾遍 歌真的很好聽 聽一次就會一直懸繞在腦海裡 終點是韓文歌 這不就像是外國歌曲 在Melon Cowan 拿下一二位的感覺嗎? 恭喜恭喜 更成功吧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向Karina要求奇怪事情的粉絲 一位粉絲要求Karina 用左手簽名 這對嗎? SARANGA 注意健康 你看用右手寫字不是沒理由的 這對嗎? 語氣真的會讓人想跟她親近 真的有經歷可可 瘋了好可愛可可 Karina真的太可愛了 所以大家是右撇子還是左撇子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出口在這裡 昨天問題 我們下支影片